- 沒什麼東西吃的吧? - 沒什麼東西吃的 - 沒什麼東西吃的 - 哎呀,你怎麼這樣吃呢? - 都快要流出來了 - 乱了 - 大家好,我是Erica - 哈嘍,我是大耳 - 大家是不是都不知道 - 這種茶凍的正確吃法應該要怎麼吃呢? - 不就像我剛剛那樣吃的啊? - 當然不是 - 要不然你以為這個蓋子是拿來幹嘛? - 給它放奶球的啊 - 它幹嘛這麼糟糕,它奶球隨便可以在旁邊 它幹嘛要設計的蓋子讓它放奶球 當然不是啦 傻眼 不知道來蓋子要幹嘛 蓋子就是不一樣用的 先把它打開之後 前面的做法都跟你剛剛一樣 就是把它打開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這樣子 它其實根本就水平面 你覺得水平面是把它倒奶球嗎 所以這個時候再把它蓋回去 靠下來 它就下來了 它的設計是這樣放 好 來 幫我開奶球 是比較好看的嗎 不止 奶球倒下去 喔 喔 是不是用外面賣的茶凍就一模一樣 而且你看 這樣奶球不但不會淋出來 接觸咖啡凍的面積會變得比較多 跟你這個什麼 跟這個東西比起來 當然是吃這個啊 這個你吃到後面 根本就沒有奶球了 只是吃一個偷偷的咖啡凍 我會畫十字讓它流下去 有這種高級 這種根本就是外面賣的 BZ 你跟我講我才知道 我以前都不知道你這樣 所以大家以前知道是這樣吃嗎 我從前都知道耶 為什麼 我媽說我剛剛哭了 媽好好喔 我都沒有人跟我講 有很多人不知道 它也會像你這樣 畫十字 然後把它攪爛 對啊 我就攪爛吃耶 可是你看 臉上都差很多啊 布丁也是攪爛吃耶 布丁攪爛吃 它好噁心喔 不然你布丁很吃 我吃布丁的時候啊 一定會把它的上面吃乾淨 均勻的切到它的旁邊 最後再吃那個焦糖 擦習慣 大家都放布丁 表達很多 切開的方法 放在泡麵裡面 布丁蓋飯 好噁喔 沒有辦法耶 真的好噁 超噁心 乾淨 快掉囉 差不多太噁了 可是這樣的意義在哪裡啊 還不知道吃下去 每次吃到這邊就最好喝 這個焦戒點的時候 整面都是焦糖 這也是一個技術 你知道嗎 你這樣吃個東西那麼痛苦幹嘛 不會 小確信耶 你懂不懂 我小時候都這樣子邊看電視 邊訓練我的心跳 欸 有人要跟我比切不定嗎 好 沒關係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好 我看 打到這個就是一個成功的境界 好像很厲害 我只剩焦糖 把最好吃的東西等到最透明 謝謝囉 欸 你這個賤貨 你這個賤貨 我辛辛苦苦 我辛辛苦苦挖成這樣 這個感覺就像是 我跟我爸在吃瓜子 我爸都會先把它剋好 放旁邊 然後我會把它一把吃掉 你真的很賤 好好吃喔 吃我搜集 欸 好好吃喔 好啦 我知道它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幫朋友服務嗎 我什麼膩子 好啦 我現在很生氣 為了陪著Herry卡 我幫她準備了一個布丁的不同吃法 那我一下 去拿來快點 這是什麼 這個吃茶的棍棍的 不知道有沒有變冰棒 我把它打開看看好了 它就像是那個布丁雪糕一樣 登登 它可以 它可以嗎 我這個是直接掉了 變成冰棒今天是失敗了 可以直接吃它 我們可以用湯匙吃 冷凍的感覺 它中間是軟的耶 我們剛剛是冰了的 它在吵著衣裳 哇 它這個 還... 欸 欸 我這個也有不一樣的感覺 桌桌的 它冰了 冰了它在吃羊羹什麼樣 我覺得它很美 你看 它有一個結晶重的感覺 就像美食節目 它就這樣 你看這個 冠冠物的感覺 好失敗喔 很棒 那你趕快結束吧 如果你沒有更好的這種任務也吃吧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喔 沒錯 掰掰 真的喔